通通都在做一個大財源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松尼的部分出售紐約總部 並大動作到財源 一萬人 朝日新聞裡頭也提到說 松下也好 松尼也好 以及NEC都設有財源房 這個財源房竟然是在一個公司裡頭 有一個單位專門在搞財源 在黑衣箱座位裡頭 今天要財誰就財誰 這個財源房的部分的話 開始變成人心惶惶 甚至於在政府 日本政府有關單位 都已經在查這件事情 日本政府說 將要進入來做出一個調查的情況 可見得這個財源也好 或者整個企業經營的壓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倒是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提到說 日圓貶值 這就是一個刺激性的效果嗎 我們來看到 在整個日圓貶值的情況之下 貶出日股的新春天 日幣貶了有13% 結果呢 其他新台幣的話 這一季的表現裡頭 竟然是相對升 升 升 都是一樣 包含在日股的部分 台股部分 或陸股還有在韓股部分 相對的陸股 彈升9.4% 因為陸股在之前的話 相對跌得比較深 機器比較低 所以彈升幅度力道比較強 日股來更強 19.4% 同樣的問題 我們繼續聽聽看旗展 這個貨幣 貨幣競爭 貨幣這個壓力情況之下 旗展相當了解 外匯專家 我們的角度先來看一下 現階段你所看到的是 你所看到日圓貶值 這是競爭力嗎 第一部曲 還會有第二部曲 我們來看到 這是你現在所看到的對吧 日圓走貶之後 出入口競爭力再提升 企業貨利再增加 指數真的在漲嗎 但是這只是手部曲而已 第二部是什麼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持續重貶可能衝擊裡頭 熱錢的流出 熱錢流出 企業募資不已 還有國內投資及購買力的下滑 重演大貶後的股市崩跌 會嗎 會有這樣一個預期嗎 旗展現 肯定在長期來說是會有的 因為其實如果日幣一旦走跌的話 而且是長期區貶 那很簡單 我們今天只要知道 我們錢先會進日本 不管是任何投資人 錢進日本馬上 不管你賺的東西 你投資的東西有沒有賺錢 你的日幣馬上就貶值了 那今天我除非很有把握 知道哪一支日本的東西會漲 不然的話我為什麼要特別去投資它呢 那第二個企業募資不易 其實這有兩個點 第一個他們在國內募資容易 因為其實股市就是他們企業募資 一個很好的管道 所以股市大漲是好的 但是它不會有外來的活水 例如說像是外商直接投資 例如說FDA FDI等等的 那第三個是國內的投資 跟購買力下滑 那其實這個就點出了他們現在日本面臨的一個大重點 因為他們的國內 他們經濟不振的情況下 過去是透過貨幣升值 那什麼創造他們本身去買國外的東西比較便宜 不然的話 如果他們買國外的東西都很貴 那加上他們本身經濟又不好 那就完蛋了 那就要進入到停滯性通膨 那要走出來很困難 雖然通縮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第四個就是大扁後 如果股市再度的崩跌 那就表示你已經沒招了 因為你是透過日幣貶值創造你的股市融景 這一次到底能不能游解啊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是相對樂觀的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安倍 有人說安倍很多花招出來 是可以樂觀期待還是他們相對比較樂觀 是我樂觀期待 OK 因為其實安倍我們看得到它現在有很多的花招 那這個花招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跟過去比較的話 因為從2007年股市崩盤到現在 那麼原本那時候一美元大概換一百二十四塊日幣 跌到前陣子就七十九塊八十塊 那可是呢 他們都是什麼 國際熱錢追著打日本央行 日本政府 可是現在日本政府反過來去打 打這些國際熱錢 所以我們如果從市場的走勢面來看的話 或許其實日本的政府慢慢站著上風 所以我認為是可以比較樂觀看待 好 失算是樂觀嗎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說是審慎觀察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階段來講的話 所以聽起來好像比較保守一些些 保守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短期來講樂觀還是有道理 原因就在於說呢 第一個就是政策很明確 那目前來看的話呢 你從中國大陸 從美國 歐洲一直看回到日本來 只要跟著政府的這個政策出奇去走的話呢 大概都不會錯 所以往日元貶著的方向去走 股市的這個上升來講都在可預期當中 那這段時間來講的話呢 資金炒的話呢 大概就不會太寂寞 還是有一段短的空間 但是長期來看的話 我們就看到接下來的政策執行 比方說大會預期 你到底是要貶到多少才夠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好的確喔 再來市場部分點到這個關鍵 關鍵性的話題 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日本消費者信心的話 已經出現了連四降 這個買盤在縮手 等一下請市場員一起來幫我們看一下 上個月消費信心指數有39.2喔 連四降 並且創下近一年來的新低 同時消費信心下滑的三大主因 第一個 生計啊 生計 第二個 增加收入的方法 第三個 購買耐久才實的一個判斷 消費信心連四降 導致整個買盤在縮手喔 這個買盤指的是什麼呢 我們趕快秀出來 再來看一下下 事實上所擔心的是說 現在低價才是真正的王道 因為日本掀起的搶購潮 這個搶購潮的部分 包含哪一些呢 食譜 哇 等一下製作員告訴大家 這個食譜就有意思喔 食譜 再來福袋 大家在求福袋 福袋裡面內容有很多東西喔 可是呢 福袋 還要在折價的時候才買 才拿呢 油金 搶購黃金你知道嗎 但是搶購黃金的部分 等一下可以請其人補充一下 老的在賣 年輕的在買 而且 這油金的部分的話 竟然有這個販賣機 在賣金幣 可見這個金幣有多重要 還有在房地產的部分 是我想這個食譜跟福袋這個東西的話呢 大家只要在這個這幾年有在看台灣播的日本節目的話 都會發現綜藝節目一波風都在做什麼 明星怎麼省錢一千塊怎麼過日子 所以這已經是這種生活態度 那為什麼他們會 日本日本人做電視節目是完全走流行方向 當他發現到大家在說呢 覺得物價越來越高 覺得消費越來越困難 然後呢 這個薪資增長有限 所以慢慢就會走向這個 比較緊縮性的這個消費形態 那當然就是說呢 油金的部分 你只要日元一扁的話呢 畢竟日本的話 它不算是一個資源很豐富的國家 它必須還是要靠進口 這一定會有一定的 再加上說日本其實是一個 有危機意識很高的國家 它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它的稅幅在全世界比起來的話 相對算是比較低的 但最近政府說要提高營業稅 再加上就是說呢 老年的人口越來越長 然後退休越來越沒有希望 老年的話 賣的這個老人的植尿部部分 賣的比嬰兒庙部還來得好 對對對 沒有錯 所以慢慢來看的話呢 其實就我們可以看見到就是說呢 他們有種自我預言的實現 他們在發言就是說呢 日元會繼續跌的話呢 他們就開始會囤一些 比較資產性保持的東西 所以黃金你看 這個販賣機都能夠賣的原因 就表示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暢銷的商品 他們才會擺在販賣機裡面賣 所以施順剛剛這麼講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叮嚀的 這個除生率比較這個死亡率來得更高 甚至於老年人這個植尿部部分的話 賣的比嬰兒這個植尿部的話來得更好 可見的這裡頭有存在一些因素之外 也可以看到食譜 食譜因為經濟不景氣 怎麼樣花費 就像剛剛師父說講的 怎麼消費 食譜教你做一做 越稅不能越好 因為怎樣 尷尬這麼簡單 對對對對對 而且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們也會挑比方說這個超級市場 他們就挑快結束營業的時候才去買 因為這樣子當天還有再折價 所以大家都這樣想的情況是這樣 精打細算 精打細算 所以說所有的廠家能夠去想像的話 就是說那我當然就是盡量裁員 盡量把東西反映在成本價格上面 而不是說去過充資本支出 這對於我們接下來講就是說 貶值之後股市能不能上升上來 要看企業營收 企業營收的創造就看你在市場能不能提升上來 如果這個行為 消費行為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危機所在 對 這樣的消費行為再下去的話 擔心就是一個危機所在 我們就要聽聽看在期展的部分的話 尤其在郵金 你所了解到的郵金 老人在賣 因為基金管老人在賣 年輕的在買 連在路上的貨幣機裡頭都可以買得到 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因為日本 如果大家有去過日本的話就知道 他們的販賣機是非常暢通的 因為其實日本的人資人力的成本很高 所以乾脆就做一個販賣機 又不用花人的固定成本 所以有這個金幣的一個販賣 自動販賣機的需求 但是最近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在日本方面 很多人 很多比較老一輩的人 他有很多黃金 但是他現在都拿出來賣 為什麼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日本的稅制的問題 其實講這個比較深 因為日本他們對黃金來說 其實台灣也要 黃金你買賣 只是台灣沒有那麼的 課稅這樣的問題 台灣其實也有課稅的問題 只是沒有全部人自己去報 那在日本呢 他們比較規範比較嚴格 就是你買賣 中間有賺到錢的話 這個算入你個人當年的所得稅裡面 那日本的稅制是蠻高的 如果收入比較高的 例如說年收入超過100萬台幣左右的 那一年的稅付至少20%起跳 那如果是更高上去的 年收入超過40% 所以如果是一些大戶 他買黃金賣黃金賺了幾千萬 那你的稅 你的一半的所得都被政府拿走了 所以他會趁說日本有鼓勵長期投資的方式 就是買超過5年的話 那你的稅率就折半 對 那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比較年紀大的人就把黃金拿出來賣 可是年輕人又覺得黃金 因為用日幣 日幣最近走跌嘛 所以用日幣計價的黃金 最近創了新高 所以在日本當地的ETF倒是新起了一個搶購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事件 好 再解釋的部分趕快幫我們補充一下一下 這個油價的部分開始在推 結果油價推的話 對於這個通膨的幫助到底還有多少 先來看一下 切油價創下8個月的新高 開始在上油價 煤油價的部分創下9個月的新高 日本國內金價創下歷史新高 年初至今的話 彈幅4.2% 日幣大扁其實民眾是苦的 這購買率是減弱 你看到的油價呢 對 我給這邊帶來一個日本的統計署 他們所最新公布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數據是最近兩年來 那從2011年的4月到現在的走勢圖 大家可以發現 曾經有一波 現在的價格每一公升的汽油 均價大概是150塊日幣 那之前曾經有一波大漲過的行情 就是2012年2月漲到4月 從142.9%漲到158.3% 漲幅有10% 可是如果我們回去看 跟通膨來做對比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是日本最新公布的 他們通膨的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三條線對不對 有虛線 然後有虛的黑線 然後石的黑線 跟粗黑的黑線 那如果這條細的黑線 是平成23年 就是2011年 那大家可以發現 在這段時間內 從這段時間內 它的物價 從99.5% 漲到99.9% 在這邊往上拉升 那從核心的CPI的話 事實上漲幅 從99%漲到99.2% 事實上漲幅是相對比較少一點的 那所以從這邊來看 我們可以知道兩個點 第一個 物價在通膨往上拉高 油價往上拉高的時候 其實對於通膨的幫助是有 但是幅度並不是真的那麼大 那所以如果寄望 完全由油價去拉高通膨的話 可能不是那麼好 的確 所以通膨刺激性的活動的話 可能是有限的 不過我們最後用文字來告訴大家 安倍下的盟要真的對了嗎 仔細來想想 第一個 野村中國政据研究所裡頭所提到 終結通縮不等於經濟不再衰退 終結通縮不等於經濟不再衰退 看來講個時間 你再想看看 第二個 人口縮減內需的萎縮 才是日本通縮的主要原因 以及物價上漲 日子真的是更難過了 進退微股情況之下 在日本我們用透過這麼多小故事 來告訴大家 讓你想想看 在日本的部分 現在的壓力會不會越來越大 準備要先休息一下囉 休息一下回到